好,這段影片就要看回identity 什麼叫identity呢? 簡單說就是兩邊一樣 兩邊一樣,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分開兩邊做 我們做的大概都是expand 你看到都是正路的expand開 先做完一邊,再做另一邊 因為在我們證明好之前 我們要假設兩邊是不一樣去做的 所以我們要分開兩邊做 如果兩邊可以寫出來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要寫一句LHS還是RHS 然後就可以證明這句就是identity identity可以再說多一點 中文叫行等式 數學來說,你濕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的 左邊和右邊 我們再來一次,proof 證明兩邊是一樣的 這次我們先做右邊 右邊稍微複雜,可以做到的expand 寫到和左邊一樣呢 我就可以寫一句 因為LHS還是LHS 左邊和右邊 所以這句就是identity 這兩句一定要寫的 不然就會少一點分 identity 剛才也說了 我們要證明 你叫紅色寫是一個例子 有些人會這樣寫的 這樣寫就不好 而且不是不好的,是錯 為什麼要錯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證明 在證明到之前 你要假設兩邊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中間不斷說它等於就錯了 這次這個有什麼小小不同呢? 就是沒有identity的字 中間你見到生畫的符號 就不是印錯 這個是identity的符號 所以做就是照做 左邊各字做 先做左手邊 就是expand開它 剛才說的 行等式 數學說兩邊一樣 什麼都一樣 如果用一個平民一點的說法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你見到一句 一條色看上去 左邊或右邊 擺明就不一樣 但是其實是一樣的 OK 所以就要證明 如果你左右邊 一來就 撈亂去做 其實就錯了 所以先做一邊 再做另一邊 這個就是 我們做證明行等式 證明行等式裡面 必須要做的動作 你寫到了 OK 兩邊一樣 那你就可以 就是埋尾 記住多一句 因為LHS等於RHS LabHandSide等於RightHandSide 那所以呢 它就是identity 那你見到 因為這次的題目 它用了生畫 來做identity的符號 所以就連identity的字 都不會算得OK